這件事 NONI PLANET 撤出中國市場 什麼原因 有沒有交代原因 好像沒有 你找到什麼原因 暫時找不到 是突然撤出的 你見到他說 他發佈消息就說 由於過往受疫情影響 和公司策略調整 戰略調整 主要這兩件事 還說疫情 兩年了 還說疫情 怎麼搞的 現在還關不關疫情事 不關事 現在NONI PLANET 停止 所有中國出版的業務 2022年 雜誌版 已經是2022年底宣佈停刊了 這麼早 原來是 但是 坦白說 就是 自從有 有智能手機之後 我都不是 怎麼用NONI PLANET 這個是 這個是 有智能手機之後 網上那個 雜誌版就停刊了 其實如果你說拿著本書 看完之後去旅遊 一定是越來越少的 指本的 嗯 但是現在不止 他不是說只是指本停刊 網站 他現在是說所有社交媒體 包括微信公眾號 新浪微博 小紅書 支付這些全部停止更新 那這個跟這個疫情關什麼事 什麼公司戰略調整 只是這樣的 那就不像是戰略 不像是什麼疫情那麼簡單 應該就是 他們想找 他們就應該是 害怕一些 反間諜法的東西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我想不是他們害怕 或者是間接 即是說 你現在在大陸 你越來越 就是排外 就是你那些外國人 美國人 日本人 可能會被人點上 會被人襲擊 街頭襲擊 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給了大家的信心 中國 是會 嚴正面對的 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起碼 你都會嘗試去 這個修補信心 但不是 最糟糕的 就是早幾天你見到 毛玲的八婆 還在這裏說 就是 舉世供應是中國最安全的 如果你說政府的安全度來說 是真的 通街都是CCTV 你想想 即是說 你既然通街CCTV的話 那些盜竊案是少了 盜竊案是少了 尤其是深圳 深圳我看見到很大的轉變 十年來 十年來的轉變很大 以前 你說行這個火車站 一出地鐵口 你會覺得很危險 很多人會 瞧著你 看到你是外地人 看著你 這樣 然後 經常被人偷手機 我以前也被人偷過一次 你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是很恐怖的 你明明帶著褲袋 但以前不流行藍牙耳機 就會有線 你聽著耳機 帶著褲袋 你的手機 就是因為你沿了你的線 拿著你的手機出來 然後 一拔拔了 然後 那個人可以不知去了哪裡 偷你的手機的人 不知去了哪裡 很恐怖 集團式經紀手的 你猜不到的 他們 偷了你的東西之後 怎樣在那裡傳 我很記得的 以前 年輕人的時候 有沒有Lokia 就這樣被人偷了 這個 最糟糕的就是 你完全是 突然的 人影都找不到那隻 而是沒有人給我逼的 在電梯那裡 突然間不見了 然後一出到地面的時候 有個阿嬤 然後對著我笑 多恐怖 多恐怖 大哥 你好像知道什麼事 以前在深圳是這樣的 有很多外地人 新疆人 新疆人好像 我見到一些 拖著小孩 有個馬路拖著小孩 然後找個小孩落手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在深圳你會看到這些情況 現在你多的CCTV 就變少了這些東西 但是現在 為什麼 Lonely Planet 會撤出中國 現在是全撤 是全撤 連小紅書那些 沒有成本 應該是 不過不是 問題就是 你那些小紅書 那些 是幫你推薦的 問題是 其實Lonely Planet 它本身是不是很不行 本身都已經 Lonely Planet Lonely Planet TU 它都在說 Lonely Planet 經常被人罵 那些料流 和不准 嗯 以我所知都縮得很厲害 因為 好說不好呢 我們 看Youtube 又或者是 社交媒體裏面的資料都已經 多很多 准很多 我們很難 特意在Lonely Planet 再找資料 你說它本身行不行 我想很多人 關注度會少了很多 那就是 那看回 例如 也有人在說 2013年 中國還在賣一千萬 一千萬本 但現在 今時今日變成怎樣 都好像 沒有什麼人買的 OK 可能大陸的競爭本身就很激烈 尤其是國內旅遊 國內旅遊 嗯 即是你現在 他們就說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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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停刊 然後聚散中有時 如果他主要是賣書 是沒有其他實際業務的話 那有沒有什麼 旅遊推廣 一些活動 即是會搞一些商場show 然後要幫人做一些線稿 即是如果你要做旅遊 很厲害的 其實近年 即是中國他很發達 那樣東西 就是他那些什麼 什麼什麼 葵程 找很多partner 去推廣旅遊項目 所以Lonely Planet 可能就是他這樣被邊緣化了 但Lonely Planet 他不是針對 他對著不是針對 中國裏面的人 Lonely Planet 是帶一些外國進去的 問題是 即是 而事實上 我就是聽 之前這個華爾街日報說過 在疫情之後 外國人是少了很多的 不止華爾街報說 我們很多 朋友在Facebook裏面 都寫 以前他 疫情之前 常常上上海出差 今時今日 香港人 你想上海出差 香港人很少在濤洞 以我所知都是在洪橋 他說洪橋機場可以無人的 那些外國人少很多 尤其是上海 北京 這些大城市 很清楚的指標 當然 這篇文章 8月4日 去年 原本就是這篇文章 這是去年寫的 去年寫的 都還合理 去年8月的時候 叫我開關 開了半年 這樣 然後 你開關應該很受歡迎 應該有人湧著回來 但你見到不是 你見到沒有因此而 就回來 沒有的 例如我們都說 香港都是這樣的 香港估計是 在這個疫情打後 是一個 報復式旅遊 報復式消費 沒有的 香港人的報復式消費 就是去了深圳 去日本 去年就說 上半年 一線城市 的外國旅客 是回不了 去2019年的四分一 是這樣的 而我不知道現在 究竟有沒有怎麼改善 改善了多少 正正改善不了 才說要開放給歐盟 我們現在不斷地 我們不斷地 說一件事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美國的遊客 他們看到中國大陸 還是有橙色旅遊警報 應該都是不會過來的 如果你說 你說出差搶食 就沒得說 但是如果你說 只去玩的話 橙色旅遊警報 是很影響他們的保險 美國是很依賴保險的 這樣的環境下 他們不會去到 自己承擔這個風險 去年 已經開始 去年美國政府 6月的時候 已經發過旅遊警示 警告國民 去中國旅遊的時候 就要重新考慮 因為中國政府 隨意執法 包括出境限制 和不當拘留 這些事 經常都做 是不是 因為現在的國安法 國家機密 那些什麼 加起來 香港 包括香港 香港 寫明是因為國安法 是啊 所以 正正 就是因為 中國 是 叫外國人回來 如果 你說Lonely Planet 這個市場 我想 沒有一半都有四成吧 Lonely Planet 即是你吸引的外國客 他主要是美國的 是不是 他的市場 最主要是美國 或者是英美 如果我們去 我們現在英國 我們去 HW Smith 其實Lonely Planet 都縮了很多 本身都縮了很多 本身都賣了很多 但是 應該 如果你說 那個 Size來講 不應該發生在中國 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 市場實行是比較大的 是不應該這樣 全面撤出 全面撤出是被人放棄的 其實這個 如果你中國 你是想說好中國故事 你是要多一些 中國旅 不是很多外國客 來中國旅遊的話 其實你應該 留住Lonely Planet 不是因為 他在國內 跟你爭 他不會爭你的 小紅書市場 他是 他正正 他就是叫 鬼佬來 他是叫高質的鬼佬 Lonely Planet 對於我這些不喜歡看書的人來說 一點都沒有吸引力 因為他自多逃少 或者不僅止我 現在的年輕人 都不喜歡看Lonely Planet 我懷疑 尤其是 歐美的年輕人 那麼喜歡玩抖音 會不會看那麼多 Lonely Planet的書 Lonely Planet 好想一件事是什麼呢 他 他是 地圖是 幾好看的 但是 問題 就是 和你說 第一 最多逃少 第二 就是 Lonely Planet 是一年才 更新一下 的時候 你是 等下 有背景聲 等下 不知道開哪個 搜尋出事 等下 大不大聲 說說先 你繼續說 你繼續說 我找一下 什麼 因為 第一 你需要 紙本 第二 你紙本一年才 更新一下 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是不准的 我還試過貪得意 貪得意拿本 Lonely Planet去 去哪裏 我忘記了去哪裏 基本上 你見到價錢完全不同了 自此之後 你說 他介紹你吃東西的那些東西 以前我們 我不知道現在書店 或者 現在書展 香港書展 過往來說 都是旅遊書 最暢銷的那些 旅遊書本身都很難買 是Lonely Planet的問題 還是 根本整項都是這樣 你看字 看書 就已經越來越 就失敗了 現在是靠網站 現在網站做 因為 你做subscription 又很難 因為很多東西都免費 難道難 很多時候 Lonely Planet 甚至也有youtube channel 是嗎 Lonely Planet的youtube channel 是拍得很漂亮的 OK 但是 但是 就是這樣說 我就覺得 本身Lonely Planet 就是給一些高質的女客 年輕人 歐美那些 看小紅書那些 是 他們不會看Lonely Planet 但是他們也沒有錢 所以 影響不大 他影響最大的 就是老一輩的人 就是 歐美 Baby Boomer 那些 這些人是有錢的 如果Lonely Planet 是關閉了中國這個部門的話 其實你不要說打擊不大 其實 亦都一頁致臭 跟剛才我們所說的 就是說 本身 就是 這個恩勢利道 本身 華爾街報已經警告了 外國人不願意來 是首先外國人不願意來 還是 Lonely Planet 先關閉呢 其實兩件事都會為因果 因為Lonely Planet 2022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做不下去 在大陸 是 然後與此同時 疫情 就搞到現在 外國人 就很不想去大陸 就覺得太麻煩 就算你開了關之後 也都難以重振洪峰 因為你有第二個新的威脅 你沒有疫情而已 你有大陸的國安癌細胞 你疫情沒有了之後 大陸的國安癌細胞 也很多人會害怕 反間諜法 是啊 所以 這真的是大陸自己拿來的 共產黨自己拿來的 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 現在你看到Lonely Planet 治療 是很大的警號 也包括一定會影響到香港 因為歐美客 來香港 都是順便去大陸 或者因為去大陸 然後才來香港 現在 這個combo 我想就不做了 最多就是日韓 現在反過來就是會去 如果你說有錢的 歐美客 HK HKPiggy 這些都是有錢客 七萬日圓玩三天 真的 七萬日圓玩三天 這麼厲害 七萬日圓 七萬日圓給我玩整個月 三萬日圓一天 OK 是啊 三萬日圓一天都很多 七萬日圓 去年的數字 香港人很豪華 香港人 七萬日圓 花三天 即是一天花一千元 一天花一千元 又不是太豪華 七萬日圓 說得好像很厲害 是啊 很多人都說 七萬日圓已經是窮遊了 很多網友已經說 一千元日圓 不是啊 一千元日圓一文 一千元日OK 其實挺豐富的 因為現在 你都說吃拉麵 五十塊一碗 是啊 不好意思 現在已經是 在說四十八 四十七 我們還更便宜一點 我分分鐘覺得 如果你說吃日本 是日本 反而我想可能 比台灣還更便宜 是啊 是啊 現在 因為 跌到 三十九年來 是新低點的嘛 是 我剛剛 我剛剛才看完 你到你四點七 我講的 是嗎 我一千 一千 Cat Cat 就是 就是這樣說 你試一下去Airbnb 離開東京 其肉院 有好多好東西 而其肉院 甚至 可能你包了一間屋 在其肉院 在其肉院那裡住 然後如果你喜歡東京的話 就踏回 鐵回來東京 是很快很快的 啊 OK 現在 你這樣的話 說回香港這裡 香港主要就是台灣的橙色旅遊 只是警告而已 台灣人花錢不會很多 但怎樣都比大陸人好 但是台灣本身 是有飛機過來的嘛 因為 而且呢 台灣人是 過往挺喜歡香港的 即是來的話 你平均都會來兩三天 因為短途 一個多小時就到了 是嗎 那麼 長就不會很長 但是 一般來兩三天都會的 都 都願意花錢的 尤其有錢那邊 所以 你都是一個損失來的 尤其是現在你在台灣人來說 現在在這裡傳 就是說 本身已經有恐慌了 那個恐慌就是來源 來自於 原來警察會盤查密了 如果你是投過 陸營的 你會害怕的 零可信其有 這個就叫做 如果我要冒險 我不如去玩 賓珠針 還不如來冒險 玩國 即是和國安 喝國安咖啡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你要冒險 你要玩adventure 你說 你去澳洲玩 即是 去玩跳鋼傘 不是在香港玩國安 兩樣東西來嘛 那樣東西真是害怕 是不是 而事實上 這個當然 都會 令到香港 是有一點影響的 既然台灣 有一個這樣的警示的時候 其他國家 周邊其他國家 就會問 就會怕 是不是 都要考慮在內 但是其他國家當然 是沒有這個錄影 沒有這件事 但是我 說回來 又有背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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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廣告的 什麼 我不知道有開什麼 你也知道我開很多 網友都說 突然間又有背景聲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網友經常有廣告 我開很多網頁有廣告 先關掉 剛才那些東西 不說旅遊警示 現在說香港 是不是 香港 一定會受影響 因為現在你想做旅遊 而本身旅遊 這一帆 現在可以 OK 我過了一段時間 你們才知道 首先 你現在說 香港的經濟狀況 又是很差 神秘的 傻傻聲 傻傻聲 我也聽到 不是那些背景聲 嗯 沒有搞的東西 怎麼會有傻傻聲 這樣是不是 麥克風的電流聲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好了 剛剛做了調查 你不影響就算了 我不知怎麼搞 剛剛又有調查 新聞聲 這麼恐怖 新聞聲 這麼糟糕 等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NOW 如果開NOW 通常有Blowser聲 等一下 認識我又不行 認識的話 是不是現在一直有聲音 我聽到 是呀 真的 但是 是不是 那些NOW 你是不是應該要認識他呢 應該是 應該是01 扑他 01他經常都會說什麼 有些東西 01 因為本身 一會兒我們想說 何生何太那邊 他有說 原來是 好 那就回來了 那就 等等 說何生何太的聲音 真的被大家疾了 糟糕 人聲來 現在沒有 現在應該沒有 應該是01 應該是01的 應該是 有沒有 你沒有就開車了 有沒有 等等 01那邊 剛才原本就說 有這個什麼 英國 最大圓胸都是01那邊 熱磅 我再看看 熱磅